新手开车上路可以通过这些安全点来避免刮碎 借助这些安全点位来开车 不但能避免我们的车辆刮碎 还能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车感 第一点开车上路感觉我们的车要么压线要么跑边 不知道如何开车 那么我们应该顶住我们这个道路的镜头 顶得页眼也好 把我们的道路镜头想象成我们的计较点 焦点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车辆中心点 那么我们的坐姿对着咱们的这个中心点开 我们的车辆就不会跑边 第二点只要一道转弯 无论是前面是什么障碍物 那么就盯住我们的A柱夹角 把车尽量的往前开 A柱夹角和咱们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复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头是不会刮蹭到前方的障碍物的 无论你一道的是墙角还是车辆 只要是A柱夹角和咱们的障碍物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咱们可以看哪怕是右转 重合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头也不会刮蹭到咱们前面的车辆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第三点在这样的窄路开车时 不会判断两侧的车辆 我们只要盯住我们的方向盘 9点钟的位置 让我们9点钟的位置扫着咱们的这个墙角底部一直走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身和咱们的这个墙角的距离 至少还有30厘米 右侧的距离我们拿捏不好的 那么我们就尽量的往左贴 第四点我们方向盘突起的最高点 就是我们的车辆中心点 那么我们开车时一到道路中间有障碍物 我们绕不开时我们需要压过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咱们的这个点扫着前方障碍物走 这样我们的车就能安全的压过 第五点 需要靠边停车时不会判断车距 只要盯住方向盘三点钟平移过去的这个点 让咱们的这个点扫着咱们的马路牙子走 当我们走到我们的车身和马路牙子平行以后 我们停车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身和马路牙子正好是 三十厘米 第六点 倒车时后方有人 那么我们只要盯住后视镜的下沿 当我们的后视镜下沿和后方行人的脚步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 只要我们的车位 距离咱们后方行人还有三十厘米 非常的安全 新车朋友 只要记住这些安全点位 再来开车 就能有效的避免夸碎 快速的提升我们的开车车感 我要扯歌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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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